日本产经新闻周二引述了多个中共政府内部透露的消息说 被罢免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人大会议上露面后 已在北京被中纪委双规 不过目前普通民众看到的是 在重庆和挺博的左派网站上非常明显的去博化 已经开始清理与薄熙来有关的痕迹 产经新闻的报道标题是 前重庆高层被捕 因妻子受贿等彻底下台 内容说 薄熙来面临受贿和怠满职务等四项责任追究 中纪委要求薄熙来说明妻子受贿问题 和亲信王立军投奔美国领事馆的监督问题等 消息说 薄熙来近期内将被移送到北京以外的城市 正式开始接受调查 并不排除今后遭遇刑事追究的可能性 不过 素有中共党媒支撑的凤凰卫视 记者邓纯19号在微博发帖指称 听说 双规了 前天中午下的闻 20号又有进展 凤凰卫视胡灵这位博主留言 看来双规的消息来源准确 近待下一步 纽约民主大学校长唐博乔认为 自从王立军事件后 微博比党媒和国外媒体消息更快速准确 博被双规是必然的事情 他比陈希同 陈良宇要严重得多 是4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内斗 薄熙来是要挑战中共的最高权威 挑战吴京涛跟那个习近平 他要舔这个中共的宝座 这个就实际上是放上了 这个内斗是这个专制社会的 倒台最后的一个环节 现在过去完朝 几千年就完朝 过一段时间以后就要垮倒 垮掉以后很多人跟内斗有关 日前 重庆仍有民众在闹市公开拉横幅 支持薄熙来 不过不到两分钟就被变异公安扯去 人被带走 现在重庆除了进场红歌外 连闹市悬挂的五星红旗也要取下 变差五星红旗的商业步行街 19号突然开始拆旗 而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已经恢复浏览 但内容全面更新 与重庆相关的文字栏目全部删除 而且多年前轰动一时的辽宁 以利神非法集资大案被重新提起 此案涉及113万养殖户 被侵存上百亿元人民币 民众指称 薄熙来担任辽宁省长和商务部长期间 与以利神董事长王凤友相交甚密 中共的官员各个都不干净了 你要打倒哪个都可以 他在重庆的打黑 现在不是都说他是黑打黑吗 另外他打黑 实际上他是排除异级 打击政级 甚至抢夺别的利益集团的财产 侵犯人权的行为 这些都可以治罪的 加拿大温哥华地区时事评论员刘其坤表示 如果传出的双规是事实的话 薄熙来可能受到进一步的惩罚 香港《苹果日报》指出 王立军事件很可能是江泽民由强转弱 由弓转手的分水岭 薄是江泽民保健的 而且如果调查确认江系大将周永康涉案 这样对江泽民的冲击将更大 台湾《苹果日报》的报道也指出 王立军向美方提供中共高层腐败资料 包括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内 周永康和王立军都是迫害法轮功的要诀 美国国会议员希望了解他们涉及活摘器官情况 这一来又会把江泽民扯进来 唐博小指出 中共内部由于利益关系 派系关系也在不断转换 所以今天他们是敌人 明天就是朋友 中共政治上就是这样 刘其坤则认为 中共不会大肆猪脸打倒一批人的 当然博的几个心腹可能要完蛋了 共产党的官是这样 谁得事啊 他跟谁跑啊 薄熙来在台上的时候 一帮人拍他的马屁追随他 那薄熙来一倒台之后 这些人马上就投靠别人了 甚至所谓反格一击啊 来借此立功啊 跟薄熙来划清界限 美国之音则表示 中国的国家命运要决定于 最上层的几个人的恶斗 结局如何 要看谁能得到军队的支持 十多年来 中国军队势力一路做大 如今成为能左右中国政治的力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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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